闽南话 蝉 应该怎样讲 怎样写 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 示意 蝉 动物鸣 俗称之乐 头短体长 有两只突出的腹眼 翅膀两对 薄且透明 熊蝉腹部有发声器 叫声尖锐 夏天会连续叫个不停 请支持我 点击subscribe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 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 谢谢 请点击下面 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 欢迎订阅